所以歌仔系有很多的化妆的面积 那我们这是进去的化妆 接下来老师 好 这个呢 这个也是歌仔系的化妆 那困区里面有一个叫化 就是有种单词 也就是这种情况的逆境 好 接下来 好 这是小胆 这清衣 这叫清衣 好 这个呢叫龟门蛋 清衣 清衣 都穿这样一个离子的 那龟门蛋嘛 就是小姐 倩金小姐啊 那龟门蛋又有分 清衣就是比较正式的蛋 龟门蛋也是 只是说它又有分 你们都说蛋饺 蛋饺 不是吃人的蛋饺 是有分 那这个是进去化妆 这个呢 是各载性化妆 今天你们可以看到通行 我们两种类似的化妆的方式 下一个 好 这个 就是进去化妆 那这个也是温门蛋 所以很多你可以区分 衣肘 那不是可以分角色 化妆 扮妆 也可以分出角色来 所以一般来讲 在舞台上都有制式的角色的 装扮方式 接下来 好 这个是什么 有人告诉我 是什么 花嫩 好 好棒喔 对 就是花袋 花袋 通常是丫环 或是红娘之类的角色的办法 花嫩就是角色它比较轻翹 比较轻翹一点 没有像龟门蛋 或是小姐那个轻衣 那么的 龟龟举举 一手一头手 一举足 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尺度 好来 接下来 好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老蛋 不是主老的蛋 就是 就是演老夫人啊 对不对 好 那个角色 你一看就看得出来了 这是军具化妆 化妆 两个都是军具化妆 军具的老蛋 接下来 好 这是老蛋的角色 也是军具化妆 老蛋你看穿的衣服 她特别有工资 她也有团花 有没有 你们看我们演出 都要有这两款水袖 有看到没有 在你们身上 有没有水袖 有 有 有 好 但是这叫团花 好 男生在这里 这叫桌椅拼 有没有 演戏啊 那个桌子啊 椅子啊 你要不要穿衣服 有钱人家 绣花没钱人家就竖的 好 接下来 好 花蛋童女 好 这个小 小女生 这个也是国二的学生 那这个是花蛋 这是正代 那这个全部都是军具化妆 军具的打扮 接下来 好 文宠 你们谈 歌仔戏呢很简单 没有分文宠无宠 所谓文宠呢 就是比较还是有点古典书的 当官的啦 当什么 但是他是比较属于这个讲起来好笑的人物 我们就叫文宠 那无宠呢 他是用武功 另外一个武架式 来演艺表艺的方式 或是动作 来引起大家觉得好笑 那个叫做无宠 所以会文宠 无宠 可是歌仔戏只有一种 他都叫山花 类成一个山花 那山花呢最正宗的是 通常是由男生伴女生是最好笑 但是呢现在男生的角色来演女生 现在在当今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多个 少数了几个 像这个当官的 他这个动作的表情 他这是一个山花 是当官 对不对 他看到漂亮女孩子一叫 他就软舒舒的 所以这是一种的表意方式 那这个化妆也是精具化妆 服装也都是类的都是 就是金昆的这个服装衣 真的是韩文化绣花 OK 老师 拜托 好 这一个呢 这是什么 你们叫什么 舒逗或是嘉丁 他这也就叫做山花 标准的 台语叫Tiwa 这个山花 那这一个呢 叫做什么 文丑 文丑 跟刚才那个一样 刚才那个人当官 现在就当这个松童 不同的打扮 每一出戏 你有不同的角色的选定 都会适合你的个性 或是适合你的心 去做这个判斌 对 这是什么 武将 各位姐 你看啊 很快就可以看出来嘛 虎 你看这里没有外 那腰带没事给你放一只虎 老虎的头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看光帽 整个一身的打扮 接下来大家就知道 这是一个武身 那武将 这是老身的武将 不同的造型 下一个 好 这叫什么 你们要看啊 这叫武 你们每次看这种 很多人会后扑翻 会旋踢 哇啦 后旋踢三个 前旋踢三个 后扑翻四五个 这是不得了的 像这一些 再翻 有没有 这一些动作 他这也要后扑翻的 这一些 他们做科 没有六年以上 翻不了两个 连续的后扑翻 或是侧空梯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所谓就是专业 去专业的带 这就是戏曲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人物造型 兵的造型 一般江湖人事后 是我们庶民的 学武者的打扮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通称叫武行 你专门来打斗的就叫武行 好 接下来老师 官身 想看这个 正正中中的 这叫官身 这个也是官身 但是在演艺上 他会分成文宠 我们又把它分 归类到文宠 穿官服戴官帽 就是官身 那小身也有 当状元也是戴官帽 穿衣帽服 都是一样的 首先呢 好 这个是老身 这个也是老身 老身的打扮 同样的东西 他们有特殊的特点 不是谈话 就是有受谈话 谈话 看得出来吗 有没有 好 排系呢 不一定是照身体排系的 排系就是哪几种哪几个人 可以时间集合起来先排 后是哪一个要排起来等前面沿接的 就会有顺序上的对调 好 接下来 好 这就是我们在排系里面的这个五诗 这一支诗叫南诗 他已经有百多年历史 好 接下来 好 这个都是我们在排系的时候 这个神情啊 什么各方面 你看都要抽到爆裂 排系 好 接下来 没了 看这个吗 可以吗 要关一起